好,我們接下來看一個立體 HCl加NaOH 產生NaCl加1珠後 這是什麼反應? 這很簡單 這個叫鹽酸 綠化菌是鹽酸 NaOH 輕氧化鈉 俗名叫做燒鹼科興鈉 所以這叫做酸加上鹼 所以叫酸加鹼 所以是酸鹼中和的反應 所以答案是珠 這非常簡單 所以呢 有請問你 酸加鹼 叫做酸鹼中和 請問你 下面哪一個? 這是我前面舉過的例子 酸鹼中和的實例 請問你這裡面 哪一個沒有酸鹼中和? 哪一個沒有酸鹼中和? OK No.1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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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 起立 1號起來啦 哪一個? 沒有酸鹼中和? 豬 你做 B跟C B跟C 都是我上課舉過的例子 吸管 吹氣 吹氣是 有二氧化碳 容易水變碳酸 然後呢 加氫氧化鈉 所以叫做酸加鹼 剩下這個例子 都是我上課舉過的例子 草木灰 跟胃藥 莊小酸 胃藥也酸鹼中和 上課講過的 所以這只有鐵 暖暖包 前面焦瓜是鐵氧化 鐵氧化 然後放熱 所以有暖暖包的酌果 所以呢 這一答案是選豬 OK嗎? OK 好 下一個例子 等莫數的這個兩個混合 進行這個反應 請問你下列迅速何者正確 下列迅速何者正確 好 這個反應叫做酸鹼中和 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中文通式 然後呢 酸鹼中和是一個放熱反應 不屬於所謂的可逆反應 什麼叫做可逆反應 是我們後面會交到的東西 所以呢 A跟B算是錯的 然後那會產生的是 食鹽鹽巴是電解質可以導電 NACL是鹽巴食鹽可導電 所以C也是錯的 因此正確答案只有 這個 一個氫氧化那會有 一個氫氧跟 一個鹽酸會有一個氫離子 所以如果我的氫氧化那跟 氯化氫的默素一樣 那我的氫離子的默素也跟 氫氧跟的默素也會 一樣 那氫離子默素等於 氫氧跟離子默素 叫做恰好中和 恰好中和 所以呢 那我們國中有考你的 基本上是強酸加強鹽 出來水溶液成中性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豬是對的 OK嗎 OK 那麼下一個就問各位 兩大M的鹽酸50毫升 兩大M的氫氧化混合 請問你誰是對的 這邊如果是要考試有個計算題 或是怎麼樣 或是一些衍生的問題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 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鹼會有幾個氫氧根 那有一些問題是不用的 比如說PH是多少 它是吸了來放熱 這個基本上 根據前面交過的事情 你就應該會了 應該會了 所以想請問你 這題的答案 應該是誰呢 No.35號 C 蛤 你選C 這是一個酸鹼中和反應 它是一個放熱 放熱所以容易的溫度會上升 所以A是錯的 這邊呢 綠化氫 有兩大M50毫升 算一算知道它有0.1末 一個綠化氫會解離出一個氫離子 一個綠離子 所以兩個也都是0.1末 但是要注意 氫氧化鈣就不是了 氫氧化鈣也是一樣 兩大M50毫升算出0.1末 可是氫氧化鈣會解離出一個鈣離子 兩個氫氧根 所以我們的鈣離子是0.1末 可是氫氧根有0.2末 也就是氫氧根會比氫離子打在怎樣 多 因為比較多 所以你有沒有恰好中和 沒有 所以你會不會是中性 不會 好 因為我們說水溶液 必然是電中性的 可是這時候正負離子的數目有沒有一定要一樣 沒有 因為帶電量會不一樣嘛 所以C是錯的 剛才講過了 氫氧根比較多 所以氫氧根過量 綜合完掉 氫加氫氧根綜合之後還會剩下氫氧根 所以容易會偏什麼性 減性 PH是要大於7 所以B是錯的 所以正確的呢 只有 豬 正確的只有豬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可以答案選豬 剛才G太遠講過了 要注意 我之前就講過了 要注意 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鹼會有幾個氫氧根 計算的時候要用到 一些不用計算的題目也要用到 要看清楚 OK嗎 OK